继情快来看,王仁甫被套化,私房钱藏匿地点曝光记者李依纯,台北报道王仁甫日前上TVBS女人我最大分享婚姻。 好处,结婚11年的她,认为结婚是好事,因为婚后就会有两份收入,扣掉家用后,还可将多出来的钱当作私房钱藏起来。 主持人蓝星梅文言便请她分享,私房钱该怎么藏?王仁甫老实回答,男生最好葬的地方就是车上。 话一说完后,又慌张解释,自己的私房钱很少,顶多藏1000元在车子的缝里。 王仁甫认为,婚后必须接受另一半的缺点。 TVBS提供,王仁甫认为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,他婚前曾被某位前辈询问,爱另一半的什么? 王仁甫当下讲出很多剂情的优点,但前辈跟他说,你要喜欢他的缺点,才能走一辈子,像是王仁甫不喜欢老婆剂情在打喷嚏时,都不会用手稍微遮住嘴巴,放任口水往外喷,觉得对空气不好。 但他后来决定不琢磨老婆的缺点,改而多看他的优点,因为找不到没有缺点的人。 已经加好友了,谢谢欢迎加入自由娱乐按个赞心情好已经按赞了,谢谢。 相关新闻甜恋季情 18年王仁甫保鲜婚姻不能硬再说一次就玩完了,王仁甫是不过三任季情提过两次离婚中华电信IoT大平台创意应用赛出炉 王仁甫超级女儿控遭季情控祖乐乐富含发展王仁甫别看,季情与他 纸交害羞照片流出退休理财工具怎么选,手中风险控管42岁季情静照曝光 金线超V字尖锥下巴抱苦中,影音,王仁甫公蛋半夜线XX季情修报床一直晃动 王仁甫12岁爱女不得了,完美遗传季情辣腿正翻 王仁甫